我们先请新局长好 请气象局新局长 委员长 部长 这个我要问新局长 以前你在下面听 因为刚刚这个委员的咨询 我也很认真听 发现部长还算关心气象局 可是气象局马上就不归交通 不管了 再来换到国科会 我们真的是很担心 我很坦白说 刚才王信南委员跟我讲说 这个雨量啊 你也要给人家东西 部长就算你这么了解 其实他们真的要做好 侦测就算他知道有西南气流 要确确知道 雨量恐怕还是需要买气象飞机 那讲到气象飞机 别傻了 我们连那个 我们连那个地震啊 就跟他讲说 那个海揽线 出去一次 日本船 出去一次就要两亿 那你一次给他放多长 那只有工本费 讲了半天呢 国科会还是 一次让你放个几公里 算一十一下 那两亿都花了 那工本费他不愿意多花一点 这样子的算盘打下来 你还能够指望他 会帮我买气象飞机吗 部长 如果你还当部长 在要把气象局 交出去给国科会之前 好不好 跟他好好沟通一下 我不是为了气象局讲话 我是为了台湾人民的生命安全讲话 可是国科会 非常的本位主义哦 说叫做国科会 我常常骂他们 实在也不太科学 在金钱的运用上面 很不科学 所以这一点 请部长 是不是可以 尽量 在交出去之前 好好跟他们沟通一下 接下来我要请问新局长 局长 是 我们的气象法第十八条 第十八条这里有写 你们写的看起来很客观 我不用再念这第十八条 但是你这第十八条里面 不得发布警报或灾害性天气之预报 指机关学校团体或个人 可是问题是 平常一般的天气 大家讨论气象呢 其实也就不痛不痒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当然是比较有特殊状况 或者紧急状况 或者比较有警告的 必须要预警的时候 才会引起热烈的讨论 但是呢 你说不得发布 可是现在资讯非常发达 很容易 只要有点兴趣的人 愿意关心的人 很容易就可以 去对照一下你们发布的 跟日本气象厅发布的 甚至跟美国发布的 很容易耶 现在很容易比较 有兴趣就可以去抓一抓 比较 然后大家分析一下 讨论一下 这个也很容易就触到你们的第十八条 就触法了 包围 这个如果是去讨论这个预报 并没有跟没有所谓触法的问题 没有没有你这里 我已经念给你听过 不得发布 警报或灾害性天气之预报 这是第十八条 对对对 那是不得发布 发布预报 就是说 事情还没有发生 我在我自己的Facebook上面 或者我在这什么电脑上面 跟大家交流 讨论 那算不算发布 讨论预报跟发布预报 其实是有点程度上的不一样 有点程度上 可是这个到底是程度到什么 也没有一个规范 我知道啦 你可能要告诉我说 从来没有罚过 可是问题是 你这样子一个法律 说实在 你应该要思考一下 法律不是由你解释 法律到时候是由 这个司法人员解释 所以到时候 我是觉得说 这个坦白说 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科目 一个部门 本来有兴趣的人就很少了 那这个还要需要经验值 但是 其实 需要多一点人去关注 或者多一点人去研究 做一点人的意见分析等等 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好 反而可以让气象局 越来越受到重视 不会一天到晚被人家修理欺负 向国客会 我说真的是这样 这个民主的时代就是这样 所以呢 第十八条 我希望你们可以稍微再斟酌 是不是怎么样 让它更明确一点 然后也鼓励大家去关心气象 这一块 我想也可以跟委员稍微报告一下 就是说 针对第十八条 这个预报的发布的这个问题 我没有请教过法治 学法的人员 其实他在昨天一点 我想非常正确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说 你有预报能力的做预报 才真的叫做预报 如果是比如说 一些没有预报能力的人去做的 这个又太过疑 让他自由心证 什么叫说有预报能力 我没有气象学的背景 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吗 也未必哦 是 是的 所以这个又很主观了 但是这是法 学法的人他做的一些 那我们就觉得更危险啊 学法的人 这个 所以我认为 不能够这样子 我认为我们 立法的部分 要更明确一点 好不好 研究看看 好 再来请 运研所 也请部长 也请部长 请毛部长 部长我先问你一下就好 你就可以下去休息一下 部长 这个你可以举个例子来告诉我 说或者几个例子 说 运研所研究的 所研究的 完全被采用 完全被采用 可不可以举个几个例子给我 有没有 我想像公共运输 这样一个议题 甚至于像自行车这个议题 我知道我知道 你都有参考 你有没有哪个例子是 你完全照运研所研究的 拿来用的 有没有 不 不过我想运研所的价值 倒不见得说一定是百分之百 好部长 你请回 我知道了 没有了 没有百分之 来 再请问所长 所长 我知道你对这些交通问题 你们运研所都有研究 也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但是呢 绝大部分呢 根本没有人理你 没有人理你 那我看了一下 我想跟委员说一下 应该不是这样子 我举个例子来讲 像整个台北都会区的结员系统 早期的可信研究规划 就是我们在做的 高铁系统呢 高铁的这个可信研究规划 也是我们做的 另外那个像东西巷 十二条 整个一个联络道的一个规划 整个也是在运研所这边来 付诸实施 我想这个赤地 他们全部采纳吗 我想就是照着 我们那个整个在做 他们全部照你们的做吗 整个起头都是这样子 可是他们还是一样 他们还是一样 还要再花一笔钱 去做可信性评估 规划评估 规划设计 通通还是再花钱再做一次啊 在所里 只是做起个头 是一个做可信研究规划这个阶段 到工程阶段 绝对是工程 我们这个专则机构要去 接着去进行赛部的工作 所长 你不要着急了 我并不是要否定你们 我是要肯定你们做的 不用着急 我现在是觉得说 很奇怪 部长 气象局马上就要不归这个部门了啦 也许你可以关心一下就好 不用真正去在意什么 可是呢 这个运言所你可要在意了 运言所无论如何 每年还花我们四亿六千一百九十三万 四亿六千一百九十三万不是小数字 那运言所有没有做事 有 运言所有没有研究 但是运言所的东西啊 总是让我们冰在冰库里面 甚至比所谓的什么学术界还不如 学术界我们还不用花钱 学术界我们要用的时候 他还很高兴的拿来贡献他 我们这个是花钱的运言所 这个学术界比我们还更受到重视 学术界偶尔还出来什么 开开开开开记者会 或者像公务工程委员会 当学者 那个主委当学者的时候 出来讲话 哇 大家都重视 可是运言所每次说什么 好像都没有人理他 部长 我觉得下次怎么解决 我告诉你 下次如果发生什么断桥的时候 运言所就出来讲话 运言所你就应该出来讲话说 公路总局 我们运言所有一篇什么什么什么报告 告诉你哪里危险 哪里怎么样 你在睡觉是不是 跟运言报告 我想运言所的功能 其实对交通部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交通部很多的业务事实上都是跨很多的局处 部长我没有说他不重要 所以说他们的功能就是说 并不是只是写报告 然后就看看他报告被我们采用多少百分之几 我想有些时候的这个评估可能不是这样的 部长等一下换我讲 我没有说他没有研究 也没有说他不重要 我现在是替他抱不平 他们做了半天 没有人理他 不会 怎么会不会呢 当然他们有些时候 他们有些研究 我们也在讨论说 你的研究方向 部长 不会是你说的 我们就这样说 我们就这样来做一下好不好 就是说 下次呢 我要求运言所这么做 哪一篇研究报告 是给哪一个单位的 他没把你当一回事 你就站出来讲话 你就站出来说 要不然我们 只有说空有那些研究报告有什么用 我就刚刚就举了一个例子啊 公路总局啊 公路总局运言所有多少报告 结果呢公路总局做什么 他们的啊 这个很多的这个 事实上你刚刚讲桥梁部分 运言所他们有一个桥梁的 这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咨询系统嘛 这个咨询系统公路局在用啊 全台湾甚至都在用 我们甚至用这样的桥梁 桥梁系统的这个资料 我们也在评估 县市政府他们的绩效 是 部长 我没有说他完全没有用 但是我认为运言所 还可以更进一步 而且运言所的研究跟他的功能呢 对他们最近 是被忽视的 没有没有 他们最近事实上也在做组织上的调整啊 这个就是配合将来的主改啊 我们我们认为说我们将来交通部组织 内部会改会调整 那他们的也要有有比较对口的这种安排 像这些也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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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调整 甚至于说我们海公运部分 我们希望他能够强化啊 这些这些都在做调整啊 部长我看你有点离体的 我没有在说他的组织啦 我在说这样啊 我们如果 比如说啦 我们现在就不说公路总局 我们就说大客车 游览车出事 不要等到出事的时候 才大家来说怎么样怎么样检查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呢 让运研所也站出来讲讲话 说这个问题呢 我老早就做了什么研究 老早就给你们什么建议 结果你们通通自知不理 这样也让人家知道运研所真的有做什么啊 当然了有些研究他们可以做 有能力做啊 我现在没有要求他们没有能力的 我是说他们 有做的已经做的这些东西 不要只有做完就摆在冰口里面 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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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事实就是这样 到今天为止就是这样嘛 大家的感觉就是这样嘛 部长 你问问不要说我啦 你问运研所的这些研究员 看他们心里面是不是觉得很呕 就是说他们有些研究的内容 我们也在调整他们 我告诉你啊 运研所的所长心里都很呕啦 他觉得把他摆在这个位置 我看他心里都很呕啦 我跟你说真的啦 但是运研所 运研所对交通部非常重要啦 非常重要啦 非常重要